刚刚带您看的是印尼的服装彩绘 现在很多传统技艺结合现代工艺和元素制作出来的产品 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说到刺绣 那么要提到的是中国广西壮族的传统手工技艺 我们所认识的壮绣 壮绣是一种极具地方褐色的文化艺术 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 被称作壮族文化和民族技艺的活化石 壮族刺绣的图案生动 色彩艳丽 寓意深远 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我们五名是蓝一双 这个图案是蜂蜂花 都是代表很丰富的商民族元素 在很重要的场合 比如是青年 或者是一个大学日 大学日 壮民族架衣有四种类型的袖子 分别是一层袖子 三层袖子 六层袖子 九层袖子 像这件九层袖子的架衣 每层袖子都有不同的装袖图案 这些绣花图案代表着尊贵的相纸 对 蜂蜂就是现代的佳衣了 这个尾巴是我们双云族 大名山沿岛的一个龙骨尾巴 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上都愿意穿着传统风服 像这套已经被使用了十几次了 高得都若来啦 又来双笑话 阿传民族昏华啦 所以,你的希望在未来的装袖子 双笑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当时劳动人民智慧的决心 有信号文化的底线 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 所成长的疾病 我